這個一樣 請輸入一個 這個是3-5 3-5 比如說一樣 就執行它 那我希望能夠這邊輸入一個正整數 比如說1000 然後呢 直接按個確定 它自動幫我把1加到1000的結果輸出到這邊來 那當然這個程式前面也講過了 所以比較重要的大概 就是程式你大概把它轉貼過來就好了 裡面包含就是這個地方我一樣給它一個名稱 這個名稱我好像沒改 我叫Score 然後這個是確定 按下它 它去buy的 然後把結果輸出到這邊 基本上呢 程式部分的話大概跟前面是一樣 我大概沒改太多 大概就是把那個輸入的部分 一樣去抓到這裡面的東西.value 去做一個什麼呢 加總 也是跑一個回圈 那輸出的話呢 就輸出到什麼呢 輸出到這個test 把這個東西輸出到它這邊 所以這個total加總之後的話 再幫我輸出到這個顯示結果 結果就出來了 所以這一題的話我想應該也跟介面上面 其實也沒有太大的變化 大概跟前面類似 那3-6的話其實跟 我想跟這個正整數值差別是 一個是偶數啦 一個是就是一個一個加 那所以3-6部分 也可以各位做個練習 那再來就是直接後面大概3-7 3-8 我想很多地方也是雷同 所以我們直接看那個3-9 那3-9部分的話 這邊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呢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這個3-9的部分是 是一個什麼啦 我就跳出 這個 ok 特別注意喔 我們有一個陣列 這個陣列有三個人的名字 就是小丸子裡面的 小丸子小玉花輪 那這個陣列 我如果希望我要做一個什麼 做一個list view 但是這個特別注意喔 這個list view 我們不是寫固定的 我們裡面的內容 是從什麼 從那個陣列裡面 讓它自動產生的 ok 這個地方很重要 為什麼 因為很多app 其實它背後的資料來源 都不是固定的 可能是什麼 從遠端資料庫過來的 那我怎麼知道比數 我不知道啊 那我希望它來的時候 我動態的去增加這個list view ok 那它怎麼樣動態的 產生這個list view 這個地方很重要 因為如果你沒有這個概念 你後面東西 尤其是資料來自於 資料庫的這一部分 你就沒有辦法寫出 你要的這個結果了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可以先試試看喔 有沒有 當然你在試之前 你可以先想想看 你有沒有辦法 建一個list view 當然先不要講那麼遠啦 你會不會建一個list view 是固定的 就這三個人 會先做固定之後 再來看 如何把它改成動態的 ok 所以請各位先把那個 剛剛3-5 這部分做完之後 再想想看 3-7 這個是 這前面也講過啦 反正就輸入一個數字 那3-9 待會再來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這兩個list view 上面是 那個 就是固定的 下面這個是動態的 那你怎麼知道是動態的 其實有個簡單的方法 因為我這邊程式裡面 寫的程式 假設我上面有個陣 有個陣列 小丸子 小玉花輪 如果我今天 再加一個人 如果再加一個人的話 如果是你現在寫固定的話 那你就沒辦法 比如說 他怎麼常常出現的 小丸 應該都有看過這個卡通吧 裡面最耍寶就是他那個爺爺 OK 同心未明 那如果說我今天又增加一個 那假設這邊固定的話 你如果再重新跑過一遍的話 上面的 基本上 還是固定 可是下面會不會改變 也會改變 對不對 所以類似的概念就是說 也許未來呢 你的資料是來自於資料庫 對不對 那資料庫的資料過來之後 可不可以自動幫你建那個list view 這個非常重要 因為我發現 很多人就卡在這裡 卡在這裡後面就 就玩不下去了 那你也只能用靜態的 可是靜態的資料 你如果變動怎麼辦 手動再來改吧 OK 當然不是辦法吧 因為永遠都慢慢改 那當然會有問題 所以怎麼辦呢 我們需要了解 第一個 我們用正列好了 因為如果是暫時性的資料 當然他們都放在正列裡面 或者是有可能這樣 資料庫來的資料 先塞到正列裡面 再丟到list view 可不可以 也有這種方法 或是直接 乾脆直接就存取 直接就用資料庫 資料抓到 直接就塞到list view裡面 當然寫法都可以啦 只是看你怎麼寫 會比較簡單 OK 好 那我們怎麼來做 首先第一個 還是一樣 要回到之前的這個 有沒有 三個元素的正列 應該還記得吧 按下它 我做小丸子 小玉 花輪 三個有沒有 那這個東西怎麼做出來 一個按鈕 再加上那個 我們的是第九個 所以第九個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大家回想一下 基本上 我們會建立一個正列 正列的名稱叫students new一個array 後面就是加上這個正列的東西 然後呢 第一個我們有正列 正列裡面就放 放在哪裡 放在記憶體裡面 有三個資料 第二個的話呢 那我分別 希望把它的 一個一個的抓過來的話 通常會寫for回圈 那因為呢 這個正列的編號 一定從0開始 所以它是0 0是指小丸子 1是指小玉 花輪 2 OK 所以 那將來怎麼存取它 很簡單 它的這個名稱 後面加一個中瓜糊 如果是0的話 抓到誰 小丸子 1 小玉 花輪 應該可以理解吧 所以呢 未來如果我希望 逐個逐個的去抓的話 那很簡單嘛 我就怎樣 寫個回圈 那回圈的話 初始值 所以一定是for回圈 通常大概正列 跟for回圈 其實比較much 如果你用其他回圈 好像寫起來都覺得怪怪的 好 那裡面的話當然會 for回圈 一定要非常熟悉 我前面一直強調 因為很多同學 回圈都卡住 後面根本不用玩 你如果回圈不熟 你後面要跑一個動態的東西 什麼寫都寫不出來 OK 而且很容易有bug 或者限度無窮回圈 跑不出來 那就麻煩了 所以這裡面的話呢 for回圈後面會有三個東西 初始值 因為我要一個一個抓 所以一定從0開始 有沒有 宣告一個變數叫i 它的初始值從0開始 然後當什麼條件成立的時候呢 它就跳離了 當這個i 它是什麼時候會進入回圈 當它小於這個student.lag 那student.lag是什麼東西呢 指的就是說呢 這個正列的長度 正列意思是說有幾個啦 正列有幾個 這個等於多少 對三個 還是班長比較厲害 看得懂吧 student.lag 意思是說這個正列裡面有幾個東西 .legs指的是有幾個 那就三個 所以特別說它三個 編號一定是到2啦 不會到3 3就沒東西 所以012三個 編號是0 就是到2而已 所以呢 當它3對不對 什麼時候會進入回圈 當這個i 0可以 1可以 2也可以 再來因為它後面有個加加 加加是步進嘛 就是一直往下 從0加加就變1 加加變2 對不對 再來3 3就要不要進去 3就不進去 因為它等於是 i如果等於3的話 有沒有小於這個嗎 沒有嘛 所以它如果不小於嘛 所以怎麼樣 就跳離回圈了嘛 OK 那底下就是一個一個 而認得出去 應該懂那個邏輯吧 反正回圈一定要非常熟啦 如果你這個java的概念跟javascript幾乎一模一樣 好 那這個概念有之後的話 再來 第一個 你第一關就過了 OK 第二關 要見list view 那你對list view熟不熟 怎麼見list view OK 如果你list view也不熟 那你怎麼把兩個 match在一起 像match我都一直想到一首歌 有沒有 什麼一個什麼 什麼 Apple 跟 對就是那個PPAP 他 但我不會唱 他來台灣過 OK 好 那這個地方的話 把它match在一起 你知道辦法 一個程式 再加一個list view 那再來的話 有概念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list view 所以list view呢 我如果希望建一個這個 當然我先建固定的 我們再來看動態的 靜態的怎麼做 OK 那切回來 基本上 就這樣子 還記得吧 其實建的方法 不外乎 先把它取消掉 OK 第一個呢 我們就 從頭來過 假如說我今天要建一個 那我就在這個內容 content裡面 找一個地方 那首先一定是三個人 所以我把這三個人的資料 123有沒有 把它變成一個項目符號 通常是這樣 然後這三個人 變一個項目符號 項目符號指的是UL UL裡面有很多LI 好 各位特別注意 一定是這樣 UL到UL 裡面的話一定是LI到LI 裡面有很多那個 這個空白 這個先沒影響了 只是說有時候 有一點那種程式的潔癖 看到就會想要把它刪掉 看到不整齊 就會想要把它排整齊 所以如果你沒有這種潔癖的話 你程式應該 沒辦法寫得太好 OK 反正就是 你整齊了之後 你程式盡量 就比較不會有BUG 因為我很難想像 有些同學 都不整齊 程式居然可以寫出來 而且還可以跑 好像還沒有BUG 那真的很佩服這種人 一定要保持 而且最好加註解一下 或者什麼的 OK好 一定要縮排排整齊 好這個時候呢 它只是一個項目 有沒有有三個東西 所以特別是UL到LI 這個要 然後再來怎麼樣 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再切到那個什麼呢 我們的資料標籤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那個叫DataRaw 改成什麼呢 改成叫做Listurview 這個時候呢 它才會變成一個Listurview 所以我即時看一下 有沒有 OK 不過底下這個好像干擾了 所以我把這個先刪掉一下 不過有個地方特別注意一下 剛剛好像做錯了 應該是這個DataRaw 應該是在這邊設DataRaw 應該是UL到UL 這個DataRaw 應該是放這邊才對 不是放上面的DIV OK 那這邊再即時一下 好這個時候的話 你會發現 我們要的這個 Listurview都出現 但是還有一點距離 第一個它這邊沒有箭頭 為什麼沒箭頭呢 因為你沒有超連結 所以怎麼加超連結 記得這邊底下 乾脆給它一個警號就好了 警號就空的連結 這個再加一個空的連結 這邊再加一個空的連結 然後它會有一個 如果你這樣做完之後 再到即時 它會有箭頭出現 那再來如果我今天 不要外空 我這個希望有個框框的話 那我就直接怎麼樣 把這個 Listurview裡面 還記得吧 叫DataInset 有沒有 這邊改成True 改成True 變成什麼 DataInset 範圍 它跑到上面去了 所以有的時候 可能是因為外面這個DIV的干擾 所以 這邊 我乾脆把外面這個DIV砍掉算 因為這個 這邊結束這個 這個DIV先拿掉 OK 好那這樣的話 我們 它這個外框就出現了 對不對 最後如果說你希望 它變成什麼 變成那個 外面是黃色的話 那請 再把什麼呢 DataSync 改為什麼 哪一個 改為1 有沒有 黃色了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反正 就完成固定的 但是離 非固定的跟那個什麼呢 跟那個陣列連接 還有一段路要走 還沒有啦 OK 也就是你第一個 先複習一下陣列 第二個 複習一下 List of View 這個做完之後 你才有辦法把兩個Match在一起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這個部分其實是非常的重要 主要未來如果你的資料呢 來自於可能資料庫的話 那如果你不會剛剛講的這些東西 可能你要把它Match在一起 就會非常的麻煩 OK 所以特別注意 那裡面當然不外乎就是 透過先如何建立陣列 第二個 如何跑回圈把資料抓過來 那回圈我剛剛好像 上面有一個註解 如果你要跑剛剛那個三個條件 初始值進入條件跟步進方式的話 上面有一個叫4H的敘述 它也可以幫你把陣列一個一個的抓過來 那種方法會比較更簡潔一些 不過看每個人習慣 如果你習慣的話 你可以用那種方法再試試看 然後再一個List of View List of View 我們把它變成黃色好了 因為可以跟底下的東西 做一個什麼 做一個比較 好一下 好一點 好一點 這一道市場 好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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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